51岁女星玉芳曾因演出连续剧《天涯共此时》而走红 2006年和菲力珠宝总经理陈玉希结婚 曾强调是嫁入好门非好门的她和婆婆成里春美 情同母女为了婆婆近日奏事享受81岁 玉芳在社群上发文表示 家人决定用法古山遗鬼举行婆婆的佛事 婆婆生前爱美讲究细节 因此不舍让她在冰柜住太久 也由于明白婆婆生性潇洒不喜欢铺张的典礼 因此他们为婆婆布置了一个温馨的灵堂 空间虽然不大 但相信这对婆婆来说也是最好的选择 玉芳说如果亲友这几天来不及到灵堂告别婆婆 也没关系 相信婆婆都会受到大家的关心 他们不举行告别式 但会办追思会 希望大家用祝福的心情送婆婆最后一程 不少网友也在玉芳的发文留言安慰说 玉芳美眉你要好好保证自己 祝福婆婆一路好走跟着佛祖修行 一个人离开了还能被世人怀念 就是做人成功的典范 不再来 感谢观看